您好 欢迎收看8月11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首先等你来看到 为了便利首次申办护照的民众 外交部与内政部共同合作 提供首次申请护照亲办 一处收件全程服务辩明措施 8月11号起在全国各地的护证事务所正式开办 首次申请护照的民众 可以备图文件到护证事务所送件 并可以选择在同一个护证事务所领件 或是亲自赴游资 寄送到自己指定的地址 首次申办护照不用再跑到外交部办事处 就近在各乡镇市护证事务所 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这是外交部和内政部共同合作提供的 首次申请护照亲办 一处收件全程服务的便利措施 有两个技术性问题必须克服 第一个要专人代送 我们13个护所所在地都在13个乡镇这么远 人手也有限 所以专人代送有一点困难 第二个就是说办理护照的时候要缴费 缴费的话 在今天之前 要缴费的话也有困难 因为邮局 荣誉会或是超商 还没有到开放那个程度 所以便是要有专人专款的代送的这个技术性 没有办法CLEAR 还好这个政府中央 国华会的规划 为外交部内政部的筹划多时 终于到今天开发结果 今天的8月11号9点半开始 我们更请县长跟首长来主持这个启用仪式 一站式的所持申办本来护证事务所就只受理这个人别的确认 就是好人做到底也带民众受理这个申请 然后代送 然后我们来制作完 再依照民众指定的这个地址再寄回来 同时今天移民署的胡主任也看到 内政部的移民署的部分这个护照快速通关 要提出这种登录的服务 在户所也同时可以受理 所以对我们偏乡的13乡镇的民众来讲 今天是一个一大福音 这项措施是针对第一次申请护照民众 护证事务所进一步提供 代送申请带领护照的一站式服务 不过民众还是必须前往超商 邮局或者是农与会缴纳护照规备 对此县长徐政卫认为 如果能够在护证事务所直接缴费 才可以达到完全便民的目标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收费的勾计的部分 我们更希望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呢 虽然花铃县政府各户政来代收代办 但是我们的民众还有一个困难 就是必须要到我们的五大超商 或者是邮局农与会的窗口来缴费 这还是不够便民 我希望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 花铃县政府我们各户政也有收规费的系统 而户政如果跟中央来勾计 直接在户政直接办了 代收代办代缴贷费用 这样子我们的乡亲百姓就不用再走到超商去 因为毕竟着西乡没有超商 或者是我们更这个秀林乡超商也不是这么便利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必须我们来研究客服 因为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这个这个一站式 首次申请护照清办一处收件全程服务 在8月11号起在全国各护政事务所正式开办 即日起到12月11号 在护政事务所采用一站式申办护照的民众 外交部会自动列入抽奖名单 在年底举办抽奖 幸运的民众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物一份 借鲁会欢迎市报道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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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